我们再来看那个黑名单筛选部分 那我有把连结放在讯息啦 所以如果你点击的话 也会跳到黑名单筛选 或者你直接到云端上面找一下 其实都可以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刚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把这个年曆把它关掉好了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年曆关掉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那查询名单 首先第一个 我黑名单在这里 那我要查的资料在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查这个是不是 4的话就放这边 比如4的话是1 一般习惯在Excel或者是 这个程式里面 反正0就是 就是不是 1的话就是4 OK 所以呢 我如果今天 这个4的话 我希望说在这边 显示 0 就是它不是黑名单 1 是黑名单 那我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当然我刚刚有提示 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把游标放在B2储存格 然后在上边插入一个函数 找到统计的里面有个函数叫 conif 重点就是conif 那这conif的话呢 首先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跳出 两个问题问你 OK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问题 特别注意哦 所以conif 你只要知道说 到底它问你是什么问题 然后你给它它需要的 这个 无论是范围 无论是储存格 OK 或者是你直接输入资料 那你只要满足它的参数需求的话 它就会帮你把结果给显示出来 所以呢 conif第一个问题 它就问你range Range的话 基本上 顾名思义一定是个范围 那当然我们在 你VBA里面也有用到range 范围 所以哦 OK OK 好 我的画面好像忘了切 我再切一下画面 OK 常常有时候一开始 这个 这个也是很难 因为我发现好像也 所以 所以哦 刚刚第一个 conif 记得是插入函数地方 找到con 记得是在统计类函数 所以我的习惯是找统计类 里面的conif c开头的 ok 那c开头的函数里面的话 当然不外乎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 像count 顾名思义啦 count是算什么 特别追底下有讲 算 这个某个范围里面 那个数字哦 所以count的关键字是数字 ok 算数字有几个 ok 然后counta的话是算有资料 非空白嘛 然后counts blank 是空白 ok 然后底下还有什么呢 conif 一个条件的话 那conif 实在是一个以上的条件 什么条件在某个范围 在什么条件在某个范围 ok 那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黑名单要查询的那个名单 所以用conif 就ok了 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的那个范围在哪里 所谓的范围就是你要查询的 其实就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黑名单 所以呢我们理论上 就是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range哦 是在另外工作表 哪个工作表 黑名单的工作表里面 的某个范围 哪个范围啊 所以要选的话基本上就这样 先点选黑名单 那你会发现他因为跨工作表 所以呢你点了之后哦 他马上会显示出什么 显示出工作表名称加金探号 所以特别注意金探号指的 前面指的就是他的工作表名称 那再来后面的范围 范围在哪里呢 从黑名单 一直到底下 那记得啦 我是建议 我多 好像多多点了一次黑名单 记得呢 到哪里的话 就黑名 这个A2 然后一直往下 所以呢我们A2 同选一下 A2 一直往下 那一般习惯是一直往下拉 不过你会发现有个问题 因为他2万多笔 所以如果你光要找到2万多笔 完蛋了 你可能要等很久 所以建议各位 这个时候呢 记得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记得一个快速键 就是什么 Ctrl Shift向下 所以特别注意 Ctrl Shift向下 然后范围跟他讲 我是在这个黑名单里面的 哪一个出生格呢 A2 所以记得 A2点一下 记得Ctrl Shift向下 否则的话 像你刚刚这样一直往下拉 可能大概要几分钟之后 可是又可能过头 但如果Ctrl Shift向下 马上就选到你这个范围的最下面了 那你想说这个范围 再来条件是什么 条件的话呢 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黑名 这个是一定要找的 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 帮我找一下 这个1没有信箱 有没有在这里面出现 如果有的话 那就1以上 大于等于1 如果没有的话就0 所以其实理论上你找 按确定之后向下填满 理论上 就可以帮我把它全部找完 但是会有个问题 如果你向下填满 那这个范围A2会自动加1 然后呢 A222223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把这个前面加前的符号 把它锁起来 这个也把它锁起来 OK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按确定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理论上的话呢 他就帮我把全部的查询名单 通通查 那理论上呢 如果有 在黑名单里面出现 那就是1 没有的话就0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用这一招的话 哇 全部帮我查完了 很快 OK 那查完之后的话呢 我只要把1留下来 就知道说哪一些是黑名单的 OK 其实查蛮快 所以conif 真的还蛮方便的 特别是要哪个范围里面查什么 那当然呢 这个方法 其实除了说查 这个某个范围 有没有某个资料之外 其实 像 常常会用到这两个范围去比对 比对新旧资料 其实也可以用conif 其实方法差不多 比如说一个是你要查的范围 一个是新的资料 那你可以把所有的 新的资料 再去跟旧的资料比比看 如果有那就0 有的话就1 没有就0 OK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哪一些是新的 哪一些是旧的 所以新旧资料呢 也可以利用conif 来做一个比对 但是呢 各位可以看到 刚刚这个地方 有一个我可能要 顺便要提一下的部分 因为呢 我们这个range 它是跨工作表 一个惊叹号 另外一个工作表里面的另外一个范围 那我建议如果说将来 假设你遇到跨工作表的一个大范围的话 一般建议呢 请你使用定义名称 来存取 会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跨工作表的话 你会发现公式加这一串 其实相当冗长 可是呢 如果你用那个定义名称的话呢 你只要给一个它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 像这个range 我可以把它改成 假设我要把它改成定义名称的话 那怎么做 OK 那我这边讲一下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定义名称的话 一 先把你要定义的名称 比如说像我习惯 先把A1里面的黑名单三个字 Ctrl C 它就是我的名称 那第二个的话呢 它代表哪个范围 就是A2到最下面 所以A2再按Ctrl Shift向下 意思就是说呢 把A2到最下面这个范围 选起来 那这个范围呢 它叫做黑名单 那我要怎么样 把A2到它的最下面的这个范围 叫黑名单呢 很简单 记得哦 在我们的 这个Excel的左上角吧 就是这个功能的列的下方 会有一个叫名称方块的东西 那你把它点下去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请你把名称给它 那你可以自己打黑名单 或者你可以把刚刚复制的这个资料贴上来 它叫黑名单 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你输入名称之后 请你按Enter 那也就是说呢 以后呢 A2 一直到A2这个底下的范围 就叫做黑名单了 OK 所以哦 我就是直接呢 把它选起来 然后这边把名称给它 按Enter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以后呢 这个范围就叫黑名单 我用名称 就可以表示这个范围了 那另外的话 顺便讲一下 那你想说老师 那这个名称 将来会被放在哪里啊 那其实你们可以从公式 里面有个叫名称管理员的功能 你就可以看到呢 刚刚我们增加的这个黑名单的名称 它就会被放在这里了 公式 名称管理员 你可以看到呢 这里面就会多一个黑名单 它的名称在这里 它参照到哪个范围 所以你游标放在下面 你就知道 哦 它是这个呢 就等于是 这个工作表的这个范围 OK 然后按确定 按关闭好了 将来如果检查一下 这个范围有错 之前常常同学做错了 那最后做出来结果那就不对 所以你可以怎么 到这边做修改 或者删掉重新再键都可以 好 那如果说呢 我有一个名称之后的话 那 用那个 刚刚的康义符有什么不一样 OK 请各位特别注意 前面的步骤都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Range 刚刚是 点到这个工作表 再点A1Ctrl Shift向下 然后要锁 它的列 但是如果说呢 我用定义名称的话 其实会简单一点点 第一个 定义好名称 第二个的话呢 Range部分呢 直接 记得有一个快速键叫F3 OK 在这个地方按F3 你会看到呢 名称的清单就出来了 也就是以后哦 尤其是以后 你有很多的范围资料 都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列出来 你当然你先定义好 然后再把它列出来 你用选的就可以 那也就是说呢 刚刚那个范围 你不用再切过去的 你直接记得按F3 所以这个可能要记一个 叫做F3的一个快速键 一个方悬键 然后它会跳这一个 不过这样也有同学 遇到状况 按F3 奇怪怎么都没有这个 这个清单出现 那没关系 你也可以自己打 打黑名单三个字 也可以啦 那我们用选的 点两下 然后按 直接就带过来了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黑名单就指的是 就刚刚那个范围 好处就是说 相对公式呢 比较简洁 另外的话呢 好处 刚刚需要加钱的符号 可是这个地方完全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指的 就是那个范围了 你不需要再 它不会向下 自动帮你加1 所以直接给名称就可以 按确定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完成 所以公式相对比较简短 那一样向下填满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查完 就这些 但是呢 最后我想知道说 哪一些是黑名单呢 那不外是1 所以呢 其实理论上应该把1 留下来 把0剃掉 可是问题要怎么样 把1 留下来 0剃掉 其实大概几个方法 如果说你实在是 不知道筛选的话 其实呢 你可以用排序 在哪里呢 切到资料里面有 A到Z跟Z到A 那其实我们要的是1 那其实我们要的是1 所以你可以怎么 0在下面嘛 所以你可以用Z到A Z到A Z到A的话是 由大到小 那1当然比0大 所以1游标放在B1 2的话你可以Z到A 你会发现 1的部分就留下来 所以黑名单就是这些 你可以把Ctrl C 然后切到查询结果里面 把它A1点一下 Ctrl V贴上 这样就查完了 然后呢 不过它有个缺点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要排回去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麻烦 你可能就是按Ctrl Z 把它复原一下 可是问题不对啊 那复原你刚刚贴的东西也会恢复啦 所以很麻烦 所以呢 排序OK是一个方法 可是 你还要先确定说 你能够把它再重新排回去 因为像这个地方 它没有编号 所以咯 可能如果你要用排序的话 你可能还要 假设它没有编号 你可能要自己手动先 新增一个栏位叫编号 按照编号 然后重新再排回去 所以显然好像不是好方法 但是它是一个方法 排序 那如果不用排序的话 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叫筛选 诶 怎么筛选 那这个筛选功能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筛选的话 其实说真的 你将来在Esser里面 你要查资料 当然 就很困难了 其实在Esser里面要查资料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筛选 资料 怎么筛选很简单 1 把游标放在B1 2 点选筛选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你按筛选之后呢 它的上方 会出现一个箭头的 一个下拉清单的图示 那我们要根据什么样的条件 做筛选 就是帮我留下E的 那怎么帮我留下E呢 记得点选那个B1 这边的这个按钮之后的话 它会跳出说 你要筛选什么样的条件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预设是全选 就是0跟1 通通一起显示 可是我不要一起显示 我要只要E的部分的话 那怎么办 记得把1打勾就可以了 按确定 那你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往下卷动 那1的部分就留下来了 0的部分就不见了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那再把游标放A2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选到底就对了 OK 好 那底下的话 你会发现了 因为0通通不见了 所以你怎么选都不会选到0 这个时候你只要Ctrl C 然后再切到查询结果之后 把它贴 点A1贴上 Ctrl V 这样的话 查询名单就过来了 这个时候 记得 你再把它切回原来的查询名单 那你想说0不见怎么办 把它恢复 怎么恢复 很简单 就是你怎么点筛选 你就再去点一下筛选 它就帮你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OK 筛选 OK 好 那我们把这个黑名单查完了 好 那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我是用Count if 当然呢 我有把这个地方建一个清单 叫黑名单 那怎么建清单 第一个 我们可以先 把A1的黑名单三个字复制 当然你可以 不复制也没关系 你要自己打 2的话呢 优标放A2之后 Ctrl Shift向下 把A2一直选到底 然后呢 在名称方块上面呢 输入黑名单三个字 Enter 记得一定要Enter 后面的话呢 就是再切回到查询名单里面 用Count if里面 配合F3 所以特别是说 这个地方用F3 它会跳一个清单 你用点选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向下填满 再把游标放B1 做筛选就可以 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再停止共用一下 请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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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